大家好,我是Alan 今天有一位特別嘉賓和我們一起分享澳洲的資訊 首先我們歡迎Andrea Hello,我是Andrea Andrea其實是一名才女 如果你搜尋一下Andrea這個名字 相信在網上也看到很多關於她在澳洲的故事 很多留學移民群組最近都瘋傳Angela的故事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 或者稍後有機會請Andrea再介紹一下 其實Angela在我心目中也是一名名女 也是IT界的人才 同時她又非常懂得省錢 聽說她一年只花一萬元澳資做生活費 所以黑黑麻麻就是為了她買樓 及早完成她提前退休的願望 而的確Andrea又很有眼光 對澳洲樓市有很好的研究 投資上有所斬莫 香港人最喜歡投資磚頭 所以我當然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去捉著Andrea 你跟我們說最近有什麼地區值得去投資 Andrea不如你簡單說一下自己的背景 給我們的網友聽 好,很高興見到大家 也感謝Alan邀請 其實我大概來了澳洲三年 那時候我申請過189的簽證 直接過來澳洲 其實我一直在做IT方面 然後我來到澳洲 其實也做IT這行 另外其實我有兼職讀中 半工讀 那之餘除了這個之外 我也有兼職去做地產銷售方面的工作 其實某方面就是我自己的興趣 還有像Alan這樣說 其實我對投資磚頭也很有興趣 所以就做回這一行 就可以再緊貼市場 到底最近可能買哪些物業會比較好 或者某些不同的人士 到底他們可能有什麼不同的需要 或者哪些會比較適合一些 那就緊貼回市場 我也很享受這件事的 嗯嗯 那Andrea 不如分享一下我們今天準備好的視頻吧 好啊 我先分享我的視頻 好,今天其實我們的專題是講 Gold Coast這個地方 是嗎? 是啦 Alan,你熟不熟Gold Coast呢? 其實我是住在Queensland Gold Coast距離我兩個小時車程 我每年都去幾次玩 我也是去過那裡旅行 其實是,幾年前有去過一次 嗯 但是印象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那時候去的時候 可能天氣也有關係 很風和日麗 還有在那邊覺得環境很舒適 還有自己到處走也覺得很安全 所以印象也很好 是 是 其實我們進入主題講 Gold Coast之前 我先買一些廣告 先容許我們 因為為什麼我今天會邀請Andrea 主要你和我們分享一下澳洲的資訊 因為 首先我是做留學和移民的顧問服務 其實也有很多客人問我 其實現在有新的畢業生的簽證 其實我讀完書 在澳洲State五年之後 已經可以永久居留了 不如 即是及早投資一個房產 等自己有個地方住 或者是有些人安排 已經是一家大小過來 可能爸爸媽媽也讀書 然後帶小朋友過來 其實也需要找一個落腳地 然後 我又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就尋求Andrea 這方面的專家去幫忙 我們就構思了一個 一站式的服務 希望可以比較方便的途徑 幫助客戶 特別是香港的Client 一站式處理升學移民 簽證和置業和穩供方面的資訊 Andrea也是澳洲的穩供達人 很多科技巨頭 都是向Andrea招手 聽說她穩供也有一手 以後有機會再邀請Andrea 跟我們講講他們穩供的秘技 不如現在我們先講講高科 好啊 我們首先可以看看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澳洲的主要城市 這裡其實我們有一個表 你可以看到澳洲的主要城市 在過去五年的人口增長 為什麼這個這麼重要呢? 你可以看到任何一個趨勢 因為如果那個地方 最好當然是人們喜歡 人們喜歡就會搬過去 這裡其實你就會看到 你會看到其實 Velburn 和 Gold Coast 在過去幾年 基本上是最受歡迎的 這其實代表了很多事情 我們一會兒再講多些 Gold Coast 的時候 大家再了解多些 可能都會很喜歡 Gold Coast 其實現實當中也是 因為我身邊也有很多朋友 譬如經過Pandemic之後 他們都想 不如不要在一個很密集的大城市生活 例如Sydney 那些大城市也會 搬來 Brisbane 或者是 Gold Coast 這些比較沒有這麼擠迫的地方 是的 我最近看新聞 其實也有提到這方面 趨勢更加明顯 而且其實也不只是Pandemic 其實前幾年 我有很多身邊的朋友 同事 他們本身是居住在 Sydney 或者馬爾文 他們其實都因為 要組織家庭 開始有小朋友的時候 都搬去 Brisbane Gold Coast 例如這個 都是政府的數據 你可以看到 主要城市 其實深藍色代表什麼呢? 就是在澳洲的人 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居住 你會看到 例如一些大城市 最明顯是 Sydney 你會看到 其實很多人搬走了 他們搬去哪裡呢? 你會看到 很大的增長都是在 Brisbane 即是在 Gold Coast 可以看到 其實不只是 可能是 外國的學生 或者移民 是會去 Gold Coast 其實在本地的人 眼中都是覺得 那邊的環境 以及其他的質素 是比較吸引 所以都陸陸續續 其實是 有很大的誘因 是慢慢搬過去 當然好像Ellen 那樣說 Pandemic之後 應該是更加受歡迎 因為大家都 想要有多些私人空間 也可以接觸多些大自然 那這個在大城市 都比較難做到 是啊 那我們今天主要 其實都是想說 Queensland 特別在Gold Coast 那邊 那就是在澳洲的 大Gold Coast 是啊 在澳洲的東面 那這裡有個地圖 其實Gold Coast 是很大的 嗯 它也有八十幾個室泊 哦 我想我通常去都是沿著 Surface Paradise 那個海灘 去玩 是啊 我上次去也是去那裡 其實我覺得它是很特別的 它那個地理環境 你會看到好像一條直線 那樣 那其實呢 它的官方數據是說 海灘只有55公里那樣長 是啊 是真的 我朋友有走過 好像用了兩個多小時 由頭走到尾 哈哈 真的是一個挺好的 消遣活動 嗯 你看到海岸線都很漂亮 其實Gold Coast 你看到沿岸 都比較多高樓大廈 很多時候那些都是酒店 或者是那些 Surface Apartment 一些商業的地方 除了沿岸之外 你看到沿岸之外 你看到沿岸之外 其實大部分都是平房的 都是一些民居 或者是一些商業的地方 嗯 嗯 一度放假 其實Gold Coast 這個沿岸之外 基本上 所有的酒店 都租了 全都租了 全都租了 因為 外景都很漂亮 特別是聖誕節 聖誕節 一個熱門 Hot Sport 這裡都看到 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是的 其實 Gold Coast 以我意見來看 是非常適合香港人的 因為 Gold Coast 它一家大廈 非常適合 你看它有很多不同的 attractions 例如這些 Dream World Sea World Wolfie World 這些是一些大型的 冒險樂園 水上樂園 那 Tourist 當然會來這些地方 但是本地人 其實 都是 他們會買 Annual Pass 其實偶爾會帶小朋友 去這些地方 那裡玩 其實很少地方 是一個 這麼小的 Town Gold Coast 它可以集中 這麼多個主題樂園 在那裡 嗯 受歡迎 有它的原因 是的 然後 是的 還有很多 Shopping Mall 是的 其實 Gold Coast 有一件事 吸引就是它有很繁榮的一面 它也有很親近大自然的一面 你說你很喜歡購物 香港人真的喜歡購物 喜歡一些品牌的東西 例如Pacific Fair Shopping Mall Harbertown 這些套列 其實是集中了很多不同的海外的牌子 本地的自己 澳洲的品牌 也是 套列買東西 是最便宜的 基本上 很多人都會有購物 購物 另外還有購物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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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始終是一個娛樂場所 你可以帶朋友去 或者是購物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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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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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持大自然 從前往 他的國際 ats play 其中的季 Julie 就是一名的旅遊瀸 就是 他 有些天然的瀑布 在 Northern Park 里面 At the fall Persu 是有一些發光蟲,類似螢火蟲 在漢堡裡面,真的看到圖中那麼漂亮 是一點點發出綠光的 這是高島的大自然那一面 很棒,還有那個經驗真的很獨特 在香港沒有這些東西 是啊,其實我去高島我都會去這些地方 每次帶朋友都會去一下 不如帶去Glowworm去看看 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嗯 還有其他新的照片 有很多日本食物 這是我自己的照片 我當時去高島玩,帶家人去 途中看到最上面的照片是在酒店拍出去 酒店有自己的泳池做到很適合的感覺 基本上整個高島的感覺都是給你很度假的 左邊見到很多唐鵝 其實那邊有一間炸魚薯條店 每天都有這個唐鵝表演 因為他把魚撐了之後就拿去餵鵝 每天就會有幾百隻和我定時定後飛過來 也是一個遊客的興趣 高島的沙灘很長 剛剛Angela也說過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去沙灘 整天都可以很放鬆 而高島的另一件事 我覺得是比較吸引香港人的 是他比較多日本人住的 因為日本人都是喜歡群居的 但早期來說 非常多日本人移民 會移動到高島那裏 所以那裏是很多 比較正確的日本餐廳 途中看到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去那裏用餐 給大家看一看 很日本人的味道 香港人最喜歡吃日本菜 如果是一個地方 你不是每天都想吃Burger 帶薯條的時候 你可以找到一些很不同的 很特別很特色的日本餐廳 其實在生活上 都是一個很好的調劑 嗯 我們也找了一些相關的數據 也是關於那邊的 但其實這個 稍後再說回日本的 大家都很喜歡日本的食物 這個其實就是講回 例如在高島那裏居住的人 到底他們是多少歲 其實都有一個大概的統計 你會發現基本上接近七成 在高島那裏居住 其實他們都是一些 可能是年齡家庭 當然還有很多是很多小朋友 所以其實那邊 為了滿足這個需求 其實他們在教育方面 都投資了很多的資源 而且那些家庭因為太多了 所以在那方面 其實他們都很重視教育 你會看到其實是很年輕 整個社區 還有很有活力 嗯 然後剛剛也有提到 很多日本人 還有日本的食物 其實你們會看到 過去幾年 你都會看到 很明顯的 其實也有很多日本人 很多日本、韓國等等 當然了 香港人也有很多 香港人也有很多 不過Mandarin真的沒辦法 因為始終中國人人口很多 遍佈在澳洲每一個城市 所以主要說普通話、國語 可能台灣人也是 屬於Mandarin那一部分 一定會是最多的語言 日本反而是第二 我都覺得 都像是我觀察所得的 嗯 右邊我們都找了 例如你去看 日本餐廳 在GOLD COAST 已經有多少 整個沿岸都是 嗯 不怕沒有食物 可以再說一下 GOLD COAST的交通 嗯 GOLD COAST 其實它基本上 市中心重要的核心地點 其實都有這個輕鐵 叫做G-Link 去貫穿的 基本上它都是很頻密的 幾分鐘 十至十五分鐘 已經有一班 那 這幅圖可以看到 它有不同的施設 例如GOLD COAST 的University Hospital 醫院 Griffith大學 然後Queen Street 或者是South Port 就是剛才海邊 那裏 Surface Paradise 整個沿岸的海邊 Ming Beach Broad Beach 其實這裏都是最主要 人活動 會在GOLD COAST 活動比較繁榮的 商業的核心地帶 或者你去醫院 大學 其實都可以坐這個輕鐵 可以達到的 其實這個輕鐵 就不是到處都有 我知道MELBURN 是市中心都有輕鐵 但是GOLD COAST 的確是很方便的 你不用經常乘巴士 而且很適合一些 可能媽媽帶小朋友來讀書 但媽媽未必懂得開車 香港沒有開車 或者不是很熟路 那些 乘搭輕鐵 其實真的很方便 圖中看到這間 叫做GOLD COAST University Hospital 換言之是大學醫院 其實是為GOLD COAST 那間GRIFFITH的大學 和BOND University 去培訓醫生的 當然除了體診之外 會有這些教學的 實驗的機會給學生 另外旁邊 亦有一座GOLD COAST的 就是Private Hospital 這個University Hospital 是公立的 旁邊有一個私立的醫院 還有GRIFFITH大學 亦都在旁邊 這是形成一個很特別的區域 就是醫療和教學系統的區域 這裏也可以看看 例如為什麼在GOLD COAST 那些房子 或者為什麼這麼多人 會想搬去那裡住 其實都有幾點比較吸引 第一個 當然就是它的樓價 沒有其他 例如Sydney Malbert 那些那麼高 說的是 如果你想買一些 三房 然後兩個車位 的townhouse 當然一定會便宜很多 另一方面就是 就是它的投資回報 始終它現在上升得很快 但是相對 它的入場的價格也比較低 所以基本上是比較容易負擔 但是因為真的有很多需求 例如你剛才提到 家庭、移民 或者是學生去那裡讀書等等 所以它的租金回報也不錯 另外就是 還有它那邊 政府也投入很多的資金 資源去發展 去滿足地區的人的需要 一會兒也會說 例如公共建設 或者公園 項目等等 還有一些投資 很多大公司 其實它都有去高地區 投資 除了剛才提到的 旅遊業之外 其實它的教育 或者其他製造 工業方面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職位 所以大家都很看好高地區 所以越來越多 本地或外地的人都會搬去那裡住 然後 可以再給大家看更多資料 例如經濟方面的數據 就會看到 其實也有很多人在就業 你會看到 其實也有3.6M的人 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還有一些GPD 還有可能是 例如它那個地方 到底經濟發展的潛力是怎樣 你也會看到 例如它有一個指標 說它預計 去到2050年的時候 高地區的人口 還有工作的人 它預期是最少會有 大概100%的增長 那也是很刺激的 其實整個數據 其實大家都很看好你的地方 然後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自己做IT 你怎麼看在GOLD COAST IT的工作機會 其實做IT這行 有很多不同的職位 說在澳洲 不同公司都有IT部門 但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有些公司 會主力做開發方面 做一個軟體 讓其他公司用 如果這個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朋友 在GOLD COAST那邊上班 做一些consulting 的公司等等 例如香港我們經常提到的 Big 4 其實在GOLD COAST 我也有朋友在那邊做的 如果你說是否一定 可能總部在GOLD COAST 也不一定 但其實GOLD COAST 除了IT之外 它有很多 在澳洲上市的大公司 在GOLD COAST 都有它的部門 還有一些很新的 例如它會有一些 專門做一些 接理自動駕駛的 研發公司 也會有在那裡 也會有一些 在澳洲最大的公司 也會有 所以其實職位方面 我會覺得IT比較彈性的 實際這樣說 因為我有很多同事 它本身也不在GOLD COAST 那邊 但是因為它想去那裡住 基本上IT就很穩定 你要搬去那邊也沒有問題 加上那邊交通也很方便 也是一個大城市 所以基本上會有很多機會 但大部分我發覺搬過去 因為那邊各種都很好 比起大城市 它會覺得比較多空間 還有生活質素 可能澳洲本地人 他很著重戶外生活 就是很喜歡戶外活動 曬太陽去海灘 那一定是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是啊 其實很外國式的生活 一放假就喜歡去歐多 曬太陽去surfing 或者去hiking 但是對於香港人來說 你只是滿足這方面 其實又好像某個舊 所以GOLD COAST 我覺得很適合 還有其他shopping mall 很多食物的地方 我喜歡可以去逛逛街 去賭場玩一下 其實最主要是娛樂方面 我覺得是很平衡 不一定要去戶外去曬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說 來到澳洲真的很悶 全部都是好山好水 風景很美 你總不能每個星期去曬 所以有其他娛樂設施 娛樂園等 對於生活質素上是很幫助的 是啊 除了這個之後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喜歡看數據 所以都會找多些數據給大家看看 這些就是政府和公司的投資項目 你會看到金額也很大 而且都是很近期的項目 你會看到大家都是繼續投資下去 所以工作崗位 還有你會看到 人口預測 這個比較長 到了2050年 你會看到 其實不同的主要城市 它的 預計都不同 但是最明顯 你會看到 其實它的預期高高增長到102% 比起其他主要城市 例如City Malbert也多了很多 這裡可以說一下 其實以往來看 澳洲在移民的方向 在地域讀書、畢業工作的人 其實移民會比較有優勢 但是在19年11月之前 地域的地方其實不多 要去到好像印象中 比較山卡拉的地方 例如北嶺地 塔斯曼尼亞 比較世外桃源的地方 應該是這麼說 但是在去年尾的時候 政府又重新為地域讀了一個新的定義 就是說在悉尼、麥爾本 以及Brisbane這三大城市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屬於地域 包括了高高增長 以往高增長不是的 不過去年就翻譯了這件事 高增長變成一個地域的地方 變成了近大半年 多了很多香港人去考慮 去高增長移民也好 讀書也好 因為在地域讀書 可以幫你做技術移民的加分 然後在新政策下 譬如說香港人現在拿著特許護照 去申請畢業生的簽證 可以享有五年期的簽證 之後可以申請PR的渠道 但如果你在地域的大學、大專的學院 讀書 然後在那裏讀工作和生活的話 其實是有三年 這個Express 特快的Pathway 是拿到這個PR 所以 所以 衡量這麼多個地方 其實高高增長 天氣也是最好的 昆士蘭省的天氣 是比這麼多個省來講 是最好的 生活也是便利 其實駕駛一個小時的車 已經去到brisbane 這個非常大的繁榮城市 所以 現在是非常非常多的同學 是考慮來高高增長 那裏讀書和投資 亦都是在現在這個階段 某一些課程 是已經在年初開學 已經敷了高高增長的campus 可以見到 其實這個population growth 和現在所有香港人的目光 似乎都慢慢聚焦去高高增長的地區 太多吸引的因素 對 其實絕對不是沙卡拉的地方 因為 其實你也看到 很好發展 配套的設施 醫療的交通 都是很方便 我們今天 都講了很多高高增長 今天可以再選一個 地區 去介紹詳細一點 這個區 叫做Rubina 有些朋友 甚至會說 它是中西區的 嗯 嗯 嗯 那 中西區的意思是 它是很SOHO 有些heritage 還是怎樣呢 很方便 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它那裏 一會兒會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它已經只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已經有幾個Golf course 哦 它幾個Golf course 而且它們的面積都很大 還有它有很多很綠化的地方 還有一個它現在已經是 目標是比美做New York Central Park 的一個公園 所以它的環境是很好 那邊不是很遠的 是啊 去沙灘那些其實也是很近的 所以其實就很受歡迎 環境好 生活有便利 嗯 是啊 而且也是 不是一個很新的城市 但是它各方面的發展都很好 還有一些很好的學校 那就可以一會兒給大家看一看 嗯 可以簡單一點 就是它有什麼主要吸引的東西 一般來說 大家都在說幾樣的 例如它的Golf 它的投資回報 還有它的空置率 例如究竟有多少間屋 是未租出去的 其實是很低 一會兒會再看看 首先就是人口增長 剛才也有提到 Golf course 它跟麥爾本基本上是 頭二位 人口增長最快 在澳洲來說 在澳洲來說 那 Rubina其實是 Sorry Rubina其實是怎樣呢 其實它是比Golf course 整個高的 就是一看也有些少嚇死人 4.6% 真的很高 Golf course 也是2.1% 然後那個空置率 你會看到 Sydney Melbourne 和Brisburg 其實它也是2-3% 但是你看Rubina 其實它現在是1.4% 所以其實只要它有盤 它很快就會租出去 而且你要找一個在那裡的租本 其實也很難 因為大家都很想在那裡住 有一張照片 也是Rubina給大家看一看 就算未去到 也有標示 例如大家會比較 1.1是Town Center 2是Train Station 火車站 3是醫院 4是Stadium 有體育的設施 5是Golf course 7是海灘 8是邦大學 9是Somerset College 10是All Things And Kent College 然後還有Parkland 剛才這個Parkland 是你所說的 可以給美中心的公園 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投資 稍後會有整個建設計劃給大家看 其實很漂亮 因為澳洲人的眼中 比較值得買的 他們喜歡住的地方 一定是衣生磅水 特別是這些 你看到中間有些河島 一些Canel 他們很喜歡 他們叫Waters Waters 跟著那區的名字 住在這些地方 本身 還有Golf course Golf course 也是一個很吸引澳洲人的賣點 我看到其實這些盤 是不多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看樓市 你近海 或者是對著Golf course 有一個很美觀的樓 的確是不多的 通常那個價錢也會升得比較快 還有在其他城市其實也很少有 因為如果你要有這麼多的Greenland 還有河流 其實真的很罕有 你看到那個照片 你也是在其他城市看不到 嗯 嗯 這個就是剛才提到的部分 其實它應該預期就 這幾年就建立好了 你會看到其實它也有很大的空間 去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例如你可以打一下美式足球 踏一下單車 它也有很多的空間 它附近其實也會有一些不同的發展 你看到其實整個環境都很吸引 這個其實是剛才有看到的 地圖上 就是一個購物中 就是給大家看大概有什麼店 有很多牌子 可能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但其實它在這裡也算是大牌子 以及在生活上需要的東西 例如會有Target Kmart Kmart 這些可能會比較熟悉 我猜 這些本土人通常會去買日用品 以及大型的超級市場 其實這裡也有 有齊了 是啊 即是Colst Woolworth 如果你買一些有牌子的 那麥克風也有 百貨公司 比較像是香港百貨公司 嗯 嗯 生活都很便利 剛才提到的Golf Course 你看到它的環境也很優美 而且它的Golf Course已經很多年了 所以不是很新的 就是很有歷史 人們最喜歡 嗯 嗯 那我們可以再看看大學 可以說說周邊的大學 因為Golf Course也有三間大學 主要我提到比較好的兩間 第一間是Bond University 其實是澳洲第一間非牟利的私立大學 它的學費當然會提升教學質素 教學設施和配套 你看到其實它 右邊那邊有看到的 二零年二至二年 其實QS 其實都做了一個 關於學校質素的 rating 在各方面 其實都是拿到五星的評級 它的學生教職員的比例 是十分低 是最低的 那個student teacher 的 ratio 對於每一個同學的支持 會好很多 另外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賣點 就是這間大學 它有三學期制 通常澳洲大學是兩個學期制 二月份開學 七月份開學 但它不是一年開學三次 十月份開學期 澳洲大學一般是三年完成的 但是它兩年就完成了 可以加快你獲取資歷出來 社會賺錢的時間 另外它可以說一下 其實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每一年澳洲都有些機構 會找僱主去做滿意度的調查 對於每間大學畢業生 其實僱主的角度是怎樣的 去年採訪了五千多位的僱主 結果顯示 滿意度第一的大學出乎醫療 竟然不是澳洲的八大 而是位於Gold Coast的這間Bond University 真的不知道 對 而且它是一個私立大學 澳洲基本上四十多間大學 其實只有一兩間的私立大學 是極少數 如果澳洲人都願意花錢去讀的大學 可以見它的質素相對是很高的 除了這件事 其實在學生的經驗方面 他們都是連續十幾年 本身自己的學生都十分滿意 很自豪 自己是Bond University的畢業生 另外一件事 他們很威衰的事 就是他們的法學學校很出名 他們的學生去海牙法庭參加辯論比賽 是擊敗了耶路大學 是獲得全場冠軍的 澳洲制度 對 如果考慮讀法 例如這間Bond University 是絕對一個很好的選擇 嗯 好介紹 Ellen 我們去下一間大學 大家看到有下個有我在 其實這間是 我的沒有校 Gryffitt University 有幾個校園的地區 在Brisbane有幾個地區 包括Cuttonathan Logan 在Gryffitt Gold Coast 這個校園是最大的 最多學生 有萬多兩萬個學生在那裏讀書 他開的課程幾百種 有不同的範圍 文理箱、醫 全部都有 最出名的 Hospitality 因為他在Gryffitt University 這是旅遊的集中地 他的旅遊參與管理系 是最出名的 法律也不錯 曾經被QS評為澳洲第一的法律學院 於是我在Gryffitt的法律學校 都讀了一個 Migration Law的課程 是我的母校 我都很推薦給大家 在途中看到 他的Campus是很大的 當然所有配套的設施 比美奧林匹 Standard的泳池 Sportsfield 全部都是齊全的 還有他有自己的國際學院 Gryffitt College GETI 這些是專門給國際學生 例如讀Foundation Diploma 去銜接大學 又或者英文程度不夠 IELTS不夠分 需要在他們的國際學院 才讀英文班 對於國際學生的支援上 是十分充足的 Gryffitt University 和Bond University 其實都是距離 Rubina 是十分近的 中小學都可以介紹一下 因為 因為Gold Coast 也有很多名校 以下介紹都是一些私校 首先這間 AS AS All Saints And you can school 是一間基督教的男女校 它是可以日校 亦可以寄宿 去年剛建好了一間寄宿的中心 多了很多宿位 亦是全新的 通常是兩個同學 一間房 他們很歡迎 國際學生 但這間學校 亦是要求頗高的 即是要求聰明的國際學生 在香港 不少名校的同學 家長都會安排小朋友 去報這間 All Saints 的學校 因為 首先是有寄宿 男女校 也比較罕有 因為通常是寄宿的 一是女校 一是男校 比較罕有男女校的寄宿 這個類型 途中看到 其實校園 佔地是十分大的 是很漂亮的一間校舍 它是中小學一條龍 由學前班開始 已經是收生 去到高中 去到年12月 我們是這樣說 國際學生 也是可以在中小學 這樣插入 還有 它 圖中看到 紅色的圖很漂亮 它是 Performing Arts Theatre 可以 每年同學 有些戲劇 或是 藝術表演 會在藝術表演 也會邀請 社群 一起參與 看他們的成果 這是學校對於 學生在藝術方面的栽培 花很多資料 去支持同學的學習 下一間 介紹的是 Somerset College 這間也是男女校 但留意它是沒有寄宿的 也不會安排同學寄宿 同學如果要進入這間學校 是必須 家長 陪同一起到澳洲 爸爸或媽媽 陪同小朋友一起住 才可以報這間 Somerset College 但它的賣點 真的 它的學術是非常厲害的 升級高院單位 排名第一 在高校的時候 年11 年12 亦有IBE 課程 它的 キャンパス 大家看到 是在佛舰山頭 亦有很完善的 體育設施配套 學生對同學各方面全面的培養 因為學術方面 其實都十分重視 他不是收到很多國際學生的 所以如果是家長打算陪小朋友過來澳洲讀書 而小朋友的成績是不錯的話 其實是很值得去報這間學校的 首先他國際學生一定是不多的 因為真的很多時候家長只是純粹安排小朋友過來澳洲讀書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是進不到這間學校的 我看到他也寫著IBE課程必須與家長、家務人同住 即是要陪讀,對嗎? 是的,家長要申請陪讀人的簽證 陪小朋友一起過來 IBE課程就只是高中當時提供了 另外,周邊還有其他很有名的學校 聖Hilda School是其中一個例子 是一間寄宿的女校 另外聖Hilda School也是獲獎的 一間寄宿的男女校 基本上這幾間學校的校園都是佔地幾十個公頃的 中小學一條龍的迷 很多學生都是幼稚園開始已經在這間學校讀的 在高中當地的居民心中 其實都是他們心目中比較聲譽良好 各方面都是很照顧學生學習需要的學校 下一張圖我們可以看到 高高中有一個叫做Best High School的Ranking 是Better Education的Rank 去Copy出來的 看到Summersted College是排第一的 還有Ossens在第三 聖Hilda在第五 還有聖Steven 聖Steven就緊取於聖Hilda 其實差不多的 每一間學校的Ranking都是最上級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看 例如家長要去那裡培讀 或者可能你是移民想要去Gold Coast 一些比較新的樓盤是怎樣的呢? 因為可能大家都很好奇 如果在Gold Coast居住的樓是怎樣的? 這個其實就是其中一個比較新的樓盤 已經是現樓了 可以讓大家看看 例如我們也有一個影片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在Gold Coast居住的感覺是怎樣的 現在開始到了 每一間都可以看看 我們有一個質疑的 在Gold Coast居住的價格 に你會有關的 是非常難度的 在Gold Coast居住的位置 可以讓大家看看 得到Gold Coast居住的海峽住的 最少的佳橋 釋放在F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剛剛看了一個影片介紹 其實這個盤是在Rubina 剛才大家都看到 其實它附近有很多綠化的空間 還有很多海浴都不太遠 還有你會看到天氣很好 其實這些都是很吸引的位置 這個其實就是 剛才的一個圖則 也給大家了解一下 例如那邊的設計 你會看到這個 其實是一個 三房2.5位浴 還有兩個車位的 一個townhouse 你會看到左邊就是 地下的那一層 正門進去之後 就會有一個廳 外面也會有一個 一個綠化的空間 然後會有兩個車位 其實一般來說 你如果說在澳洲 住這些townhouse 你會看到 雖然為什麼只有一個 小小的綠化空間 其實它外面有很多公共的地方 你剛才看到會有泳池 也有BBQ的設施等等 那些都是在同一個區裡的 二樓因為這個是三房 你會看到上面有一個主人套房 除了有露台 一般也會有一個胃肉 另外有兩個睡房 在下面那裡 中間也會有另一個廳 也會有另一個胃肉 然後 這個桌子也挺不錯的 不過我想問一下 這個其實是建立了嗎? 還是是樓花來的? 這個已經建好了 哦 已經全部都建好了 是啊 可以買了就可以馬上進去住 還有這個盤其實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其實她的 Rubina是很受歡迎的 剛剛有提過 所以基本上 現在有一條龍 是排在這裡 是想租的 因為其實不是大部分人都會想馬上買的 但是很多人已經是排隊去租這個盤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們那些客人買了之後 是不優租去租出去 因為已經馬上有人爭取租 還有其實那些租客已經是寫了 譬如已經是確保他們是優質的租客 所以才會被他們排隊 因為剛剛也有說過 附近有兩間大學 三間大學 還有很多很好的學校 剛剛說的都是私校 還有很多其他公立的學校其實都不錯 那變了 以往其實有些大學生 香港的大學生過來這裡讀書的話 他們的家人都會考慮 其實新的政策下 其實子女都會長期留在澳洲 那不如 與其每個星期給錢租屋 那不如早些買一層屋給小朋友住 那不用搬來搬去 有個安樂窩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一個留學生 你經常都要去搬屋 然後找其他屋 其實對於精神上來說 都幾大壓力 也是的 而且尤其現在可能又有疫情 例如最近 其實 我有一個 在香港工作的朋友 即是工作簽證的 但是 例如他公司最近 可能要裁員 那怎麼辦呢 其實他就有一個時間 是他要在一個時間裡面 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再贊助他 不然他可能要去考慮 例如他本身有打算做MASTER 或者他可能要考慮去轉做一個學生簽證 但是他之前其實已經買了一個物業 即是他想著 反正我也在這裡 那買了 那很幸運他是買一手 因為如果他買二手的話 如果他的簽證過了期 他應該有機會是要賣出去 那就有機會要虧了 OK 好像是有規則的 FIRB那邊好像也有說 如果你是拿著臨時的簽證 然後你在澳洲買一個二手的房子 那你必須要自住 然後 我記得好像是三個月內 必須要賣了二手的房子 不過一手就應該沒有限制 如果海外買家來說 譬如說 我真的覺得有需要 其實很吸引 那我要買澳洲的房子 其實整個程序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是一手買家買樓 其實都很簡單的 那你找回一個相熟的地產經紀 然後跟他選擇一個樓盤 然後只要付一個 我們叫做 訂金 一般來說可能是二千元澳錢 然後會交一個我們叫做EOI 就是一個 叫做 我對這個物業有興趣 然後就可以啟動程序 沒錯 那就可以去做一個程序 去完成其餘的手續 一般來說 其實你地產經紀方面 我們都會幫他做所有事情 因為裡面其實都很多事情要搞的 但基本上客人只要做這兩件事就可以了 那我想問一下Angela 如果真的想投資這個物業 其實要準備多少錢首期呢? 那基本上 其實你買一個物業 有很多方面要考慮的 例如剛才說到可能是首期 首期你預算最少也要10% 那當然除了首期之外 你會有其他費用 例如是律師費 或者可能是印花稅 或者其他的雜貨費用等等 但是如果你說很簡單地說 就 因為每個客人的情況都不同 你要看回那個客人 可能他本身的借貸能力 他的收入 還有例如他的Visa簽證 或者他有多急要成交物業等等 所以其實最好會找回 商屬的地產銷售那方面去做 例如我們這裡 也會有一條Google連結 給大家去登記 其實如果對這個樓盤有興趣 或者是對Gold Coast 的其他物業 都有興趣 可能是買 或者是因為我要來賠讀的 或者是想移民 或者甚至只是投資的 可以找回我們瑞一投資的同事 去跟進 這樣會比較清晰一點 如果不是很簡單地說 因為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那就 免得讓大家說 為什麼訊息會有些不同呢? 到時候看個人情況就會好一點 嗯嗯 其實我剛剛計算了 如果是 即是 從63萬9千澳 這個價錢的10% 大概是35萬港幣 這個首期 的價格 是的 借貸方面 如果做Mortgage 的話 其實可以借到幾成呢? 海外買家 如果是海外買家的話 一般來說 你預算七成 如果是本地的 就會高成數一點 但是 就要注意 如果有興趣的樓盤 最好早點聯絡我們的同事 因為 例如 可能有些情況 例如我們最近的客人 其實他也有的 現在的澳洲樓市 其實他已經開始 但是他自己計算一些數目的時候 他計算的時間比較長 那麼 去到他真的有興趣了 想下訂金和交EOI的時候 才發現已經被別人接觸先燈 那就沒辦法了 唯有要再找我另一個 所以就 如果有興趣的 就可以在Google form 那裡留資資料 聯絡我們的同事 另外其實 其實 我們現在都會有一個 比較優惠的條款 大家可以參考 那就是包括 如果10月15日之前 簽到合約的話 是可以 除了送回全屋的 還可以送回1.5萬澳市的 印稅 那除了這個之後 其實我們也會有一個 5%的Rental Guarantee 那這裡其實也會有寫 其實也是一個很吸引 因為例如你說回 可能是 Pandemic 的時候 其實可能租務市場 也未必是這麼穩定 所以其實如果是有保障的時候 那 人就會安心一點 謝謝Andrea 好 最後廣告時間了 要來講回我們一站式的服務 我們其實跟 Yu1投資Andrea 和另外Alison 合作 推出一站式解決升學移民置業 就業的四大難題 包括一些升學移民的資訊 幫你規劃整個移民的計劃 包括學生簽證的申請 如果你需要置業的指導 Alison 和Andrea 都會提供一對一的訓練 另外最棒的 我覺得Andrea 會私下教你運工策略 如何去面試 如何寫CV 希望幫助大家 儘量在澳洲 如果大家有興趣 留盤也好 或者需要升學 簽證移民的支援也好 可以Whatsapp 我 有我的Whatsapp number 或者在資訊欄 我會放了一個Google Form 大家可以填了資料 我們就會有同事去聯絡你 在這裏多謝Andrea 我們下次會說買地建屋 下次也會請其他專家上來講 Andrea 我們有機會再談 多謝Alan OK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